好 开始 开门 现在这个代仗是80 好 走几代 开始 走几代 现在这个代仗是80 刀条切刀的话是根据它的代仗来刀的 好 现在我们把代仗设置 设置成100 然后我们再来调切刀设置成100 把代仗设置成100 好 现在我们来开始调切刀 先把左边的螺丝松开 把左边的螺丝把左边那一片放下去 使得这两片左右两片刀不在一起 好 现在启动机器 现在走出来的代仗是100 但是现在是没有切开的 我们现在是要调切100的这个切刀 好 再直接 放掉 好 把左边这一片刀移上去 对准中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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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再拧紧螺丝 然后再点动 张开 现在左边这一片调好了 我们来调右边这一片 一样的 把右边这一片的螺丝松开 放下来跟左边那一片堆齐 拧紧 使得这样一合能够切断 就可以了 把螺丝再拧紧 检查一遍把螺丝拧紧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两片的切刀 当切刀是这样子的时候 就是可以切断的 慢慢切 慢慢切 就切刀就调好了 就切刀就调好了 这个就是调切刀 这个就是调切刀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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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